韓核四 不同意重啟 核四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够重啟 黄氏就在公投的理由书里面有说 大概只要三年就可以完成商转 他又另外拿出一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报告 上面说只要有五年就可以完成 但不论哪一个数字都是错的 因为都没有考虑到建造过期的问题 核四的建造是在去年的十二月过期 依照目前现行的规定 他要重新拿到建造 必须要完成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要先做初期的安全分析报告 当初核四在做检查的时候 是依照美国1996年的法规 跟现在的规定早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现在重新申请这件造 当然就不可能用当年二十几年前的规定去做申请 不然的话你就是拿明朝的建去展清朝的官 那这是黄氏修呢 第一个没有算进去的 台电至少估计需要还要两年的时间 你确定安全标准之后 你还要做前面所说的二十二项地质调查 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地质风险到底有多高 我们才知道核四是不是要继续新建 我们才知道它的耐震设计够不够 需不需要更多的补强 那要完成地质调查呢 台电的估计是需要再五年的时间 这是黄氏修另外一个没有算到的 而且不只是地质调查不够详细 刚刚他所提到的环评 其实也是问题重重啊 当年的环评呢 是在1991年做的 台湾的环评法都还没有通过 所以核四的环评 其实并没有经过台湾的环保署的审核 而是经由非环境专业的这个原能会来示办环评 那这个环评呢 依照正常的程序至少也还需要散 所以你要按照程序来注重安全的标准 那就是还要再十五年才能够盖好 好 核四呢 它已经搞了二十年 一度电都没有发出来 我再提醒大家 就算十五年后核四真的盖好了 也只能够满足六%的用电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